那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一场TOPP 这场面我们讲区块链治理理因素 那大家可能有听到区块链很多的面向 就是说他平常做支付啊做应用啊等等之类的 但是他还有一个面向就是说 他自然是一个信任的一个基础的建设 那他要普通去做治理 那这个治理可能会跟刚刚有一些各位问到的东西很相关 例如说我要怎么样去认真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知道我的隐私有没有被泄露 其实区块链上也一样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区块链上这些东西 目前的发展会是怎么样 但是TOPP没有一个很成熟的一个 OK 他没有一个很成熟的方案 那我先简单介绍我自己 我现在在AMIS担任区块链治理理 那也在政兰科系担任徐理教授 那过去是在以太坊进行会担任研究员 所以我今天才会想说 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有关发券 尤其是TOPP是在发券高位的理想 那现在的一些 大家在探讨一些出谱的方案会是什么 这样 那其实我们楼下也有台北CMIR的TRACK 那在区块链之前我们今天谈的东西叫信任 那我想在这边不用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觉得网络之理的人应该都很关心信任的什么 那在人类社会里面 因为当我们要谈信任这些事情 我们可能从社会的角度上 我们利用制度来建立我们的信任 那在商业的行为上 我们可能通过合约或契约 那最终人们相信这个信任 可能多数是来自于政府的背书 那这些东西其实透过人质的方式 然后来形成信任与形成公司 那至于人质的方式 是不是更加有信任或是更加有公司 那就见了见智 那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说 在一个一套资讯的系统上 我们能够透过一个新的方式 或者说技术的方式 然后来形塑这一个信任 就是说大家之间可以互相信任 例如说像开源软体它本身 可能就是让大家相信说 这张软体开源了 也许它没有 不会埋后门啊 不会做什么事情 那它可能也是一种信任的方式 那区块 那这边台的资讯系统比较像是说 然后在协作的情况底下 我们要去达到公司和信任 那区块链成为在这几年当中 比较火红的一个关键词 然后透过协作的方式 让大家达成信任 那至于未来的技术 是不是区块链那也不一定 反正只要大家已经看到了 从一个分散制的网络出发 加上密码学 加上背后一些 经济学的一些基地的 机制设计 那好像可以开始 行锁一个比较小型化的信任社会 那在谈论之前 区块链其实就是一个信任迷界 那我们想要让它 然后透过这刚刚提到的 几个技术的方式 然后重新去行锁一个信任的系统 那待会我会先从分散制造的角度 去跟大家探讨说 那区块链是什么 因为我担心这边有一些人 还不晓得区块链是什么 那如果不知道区块链是什么 当我谈到后面的字笔的部分 可能会 概念它会有点模糊 所以我可能会简单先介绍一下 什么是分散制造的 那这边不会谈到太多 区块链上面的一些应用 这边只谈支付这件事情 我们先假设 我们一定要在区块链上做一笔支付 那这个支付 可能是透过以太币来做支付 那非常简单的就是说 从某一个人 例如说这个人是Alice 他要给Bob送一笔交易 那这笔交易的金额 其实就是0.299的ETH 那个手续费就是0.01的ETH 那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随处可见 例如说我们可以用接口 我也可以做到这样 我可以打 我可以给我朋友转账 那同样的我也可以在上面打 我要我的账户的 我要转账的金额是多少 那银行也会跟我收取 一小笔的具备 那但是 区块链上做这样的支付 到底跟传统一般上面的支付 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好 虽然我写的是从Alice 给Bob回一笔钱 但事实上在 真正的在系统的实作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这两个账户的地址 是一串乱数 也就是说 你要知道背后的这是谁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那因为它是一个乱数 产生出来的一组账号 但是 看安全或看影视的人更多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虽然我在机器上 看不到这些账号背后是谁 那我追踪它的IP可以吧 或是我去追踪它的交易行为可以吧 所以同样的 我当然还是可以去猜测它背后是谁 但是从区块链的一开始的出发里面 它试图利用这种 比较随机的这种乱数的账号 试图去隐盖 或去隐藏背后的那个人是谁 好 那接下来这笔交易 到底会跟一般的传统的 一般的银行的那种 旺银的支付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资料库 它是一个分散式的系统 那这个分散系统 就有点像是 每个人的主机里面 都会装一套这样的一个Client 那这个Client之间 彼此之间会去做同步 或沟通 而沟通的时候 这时候会像是 像以这边来讲 这个Alice 这个 它刚刚转了一笔账 那这笔账 其实不会像 例如说你转账给台信 或转账到富邦 马上台信或富邦的资料库 拿到这笔账之后 它就马上在它的资料库 进行扣款 以及更新预约 它不会这么做 那在区块链上 它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区块链 没有一个第三方的中介平台 也就是说这个平台 是由所有这些 刚刚现在上面看到这些 黄色点 紫色点绿设计 或是其他更多的点 就是上面看到 没有画出来这些点 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 所以这个系统 是一个多人共同维护 多人共同协作 那这笔交易再打出去之后呢 它首先会进到这个人的 这台电脑里面 如果他有安装 这个比特币的 这个可爱端的 这个节点的时候 那这笔交易 首先第一个 它会先进入到 它的记忆体里面的一块 那这个我们 在比特币上 我们会把它叫记忆值 那在以太币上 我们会把它叫 Transition Pro 那所以它进来到这里 以后 你会发现 它试图让大家 每个网路里面的人 都去看到说 现在网路上 有多少人送了交易 那它就同步了 所以看到这两台电脑上面 的资料 它是理智的 那为什么右下角 那一台电脑 里面的资料 跟其他人不一样呢 因为 你这是一个大型的 一个网路拓扑 所以说当资料 要传送之间 它可能结果很多号 或是 有些人的记忆体 可能比较小 所以说 可能把它的交易给抓不掉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算是一个半同步 不是所有东西 都是同步的一个网路 好 那接下来这个时候呢 当交易已经进到 每个人的电脑里面的时候 我就 这时候 他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们要去记账 就是说 到底Alice有没有把 报了这笔账 真的的总账过去 那我就需要做一个确认 而这个确认呢 在区块链上 我们把它叫共识 也就是说 我希望这是一个 一致性的账本 那这个共识会是怎么做呢 传统上在人类的 或是说像我们的选举也好 其实我们通常都是透过一个 多数决的表决来 来达成一个共识 可是在区块链 比较早期的 我们讲工作量证明的设计上 它不是靠多数决 它其实是一个单一表决的方式 那什么叫做单一决定的方式呢 就是说我这里面有一群的 好 因为我们希望说 这一坛 就像资料不一样 我希望里面资料一致 那我希望资料一致 可是每个人 如果都能给我写资料的话 资料肯定会不一致 或是说我们必须要等 停下来等等大家 互相检查一下 资料一不一致 再把东西写上去 可是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因为 从刚刚上面这张图 你会发现 上面的这些点 我虽然只有画三个 可是你永远不晓得说 在下一个时间 你会不会有新的节点进来 会不会有新的节点离开 所以你没办法 找到这一个多数据的东西 到底 我要投票的人口是多少 我要门槛是多高 你不晓得 所以在区块医上 他做的方式比较像是 我提供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按照这个规则去做的话 只会有一个人 在当下的时候 他可以拥有这个记账权 也就是说 我们是把权力交给 所有简里里面的其中一位 所以他不是靠多人的 投票公式行锁出来的一个公式券 他是靠某一个人 找到某件事情 你把这件事情想的是 比如说在这些教室里面 我们想要决定下个 下次Costcard的讲题是什么 那可能我们列了很多题目 那通常我们可能的方式就是 大家表决 最高票的一个就是 下次我们要决定的 投票的主题 可是这边不是 他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把一张考卷先写完的人 或是先达标的人 那他就拥有那个 可以挑选下的Costcard 议题的决定选 所以矿工这边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他就像他参加一场考试 那考最高分的那个人 或是最快把考卷写完 而且达标的那个人 他就拥有记账权 那这时候我们还要提一下 他的行为 那既然在刚刚的前面提到说 每个电脑里面都已经存在很大量的交易 而这些交易是要等着被他写上去的 那我不可能 无限制的去写这些账 因为账太多了 那要用什么样的规则来挑选这个 那对于这些帮忙做记账的这些矿工 他要付出的是 他要帮你进行一台电脑 他要帮你同步资料 他还要帮你算这些东西 那没有人愿意做这个白工 所以说既然这是一个多人共享协作的平台 我们就需要一个激励机制 去鼓励大家一同来参与到这个 如果没有人参与的话 那就没有人可以帮我写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能够给他一些奖励 有一些诱因的话 事实上他会愿意来帮我做 他愿意当这个矿工或当节点 来帮我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电脑这边 他有一些还没被确认的这些交易 那这些交易里面 前面的部分是他要发送自己的金额 那中间这个费的部分就代表说 当矿工愿意 如果愿意帮我把这个东西给矿 写账写上去的话 我愿意给他多少的手续费 比如说我从这个费的这个部分 我就可以去挑选说 我比较想帮这一笔1.02 ETH的人写账 因为他给我的手续费比较高 那接下来我可能会去挑 不好意思 我应该是先挑0.05再挑0.0 我先挑0.1再挑0.0再挑0.2 Anyway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每一个这个区块 是就像一个ecell 一张ecell 可能里面已经写好了 例如说他就是100个RAW好了 100列 那也就是说我最多就只能塞买100 所以这边其实这个size 我这边只是简单的写 在以太坊上它不是这样设计的 比如说它其实有容量容积的限制 比如说这张子 其实你需要把它填满的话 其实它有大小的限制 所以你必须要在尽可能把这个 这个账本填满的情况底下 又可以收到高额的手续费的时候 那这个矿工 他会愿意用这样的行为或规则去挑选这些交易 那如果说有一个矿工 那最后他真的考试 比如说他得到100分了 那我们这时候把它交购找到区块了 那这时候他就可以把这笔帐 他可以详写某些笔数的交易上去 所以这笔12345如果出现在区块的时候 就代表这笔帐交易结束了 而这个交易的过程它可能长也可能短 他不像一般的网银可能是秒 就是一秒内你可能马上就知道结果 他可能需要等上 比如说从15秒到20分钟 甚至到几个小时 甚至一天都有客人 所以这个行为会跟一般的传统上的网银制度 非常的不太一样 那另外要提的是说 这笔转帐的行为 如果没有被写到区块上 他就不会被承认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区块是一个信任免界 就是说大家必须要看到那个免界上面 写的东西是什么 他们才会承认这笔交易 又没有被成功的转路 那这是区块上 比较简单的一些原理运作 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其实还可以谈到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要谈自己跟这些一点都无关 但是为什么要谈这个 首先我们要谈分叉这件事情 这里的分叉指是说 我们刚刚讲 矿工如果找到区块 他就可以把区块加上来 然后接在旧的后面 那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就像我在教室里面 你会当考卷和考题 如果考题太简单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同学大家都会举手说 我把这张考卷写完了 而且我也写对啊 那这时候其实就有点像挖矿一样 就是说 同时间有两个 或甚至三个矿工 同时间找到合法的区块 那这都合法 因为在规则内 他们就是真的把考卷写完 然后就达标了 那这时候他就会出现 像一二分叉的一个状况 那这时候怎么解决呢 那如果说我们是以分数达标的情况下 达标指的是分数是80分 那以这两个同学来讲 这两个同学可能一个人考了100分 另外一个人考了80分 那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100分跟80分的这个方式 在这边有一个比例 就是我们把它叫群众 比如说这是100分的同学 这是80分的同学 那我们就跟着100分的同学往下走 至少你会有一个差异性出来的一个群众 让你可以知道说 当出现这样一个争议或分岔要解决的时候 我应该要往哪边走 那这是分岔的其中一种情形 那如果你在真的实际的一看保陆路上 就会看到绿色这些就是合法区块 红色这些就是在当时候可能被抛弃的一些区块 那另外在这上面 这个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Merry Pool 那我每个区块的矿工要写多少帐 我就会从这边捞出来 只是我从这边捞出来的时候 我是按照他给的手续费高低去做排序去写 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写的多 有时候写的少 其实都不一定 那刚刚这些东西的行为 之所以会达成一致性 或是没有达到可靠度 其实是透过Poco本身来达到一致性 但这个Poco本身呢 其实是由当初的开发者 在一开始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 他就把它写进去了 但是这些规则通常还是会出现一些 有一些没有被规范到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说 在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内 到底有多少人参与到这个系统 第一个开发者 那开发者他就可以把他想要写的一些逻辑或是一些规则 就是我们讲的Poco Design的部分 他可以把它写上去 那所以他在乎的是这个平台可不可靠 或者我写完这个系统 我够不够自信 就是说这是一个安全又可靠的系统 这是我写的 类似这样 那对于一般的用户呢 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些Poco到底写什么 他关心什么 他关心我在这个系统上好不好用 以及说我在这上面 如果我今天是有投资的的话 那投资这个加密货币 对我来讲会不会赚钱 所以他考虑的因素可能是这样 那第三个角色可能是Miner 那对Miner来讲他其实他的脚步就是 我挖空有没有奖励啊 我帮你打包交易 你会不会给我一些手续对 所以他关心的是他的这些手续对的这些部分 那对于企业来讲他可能关心的是 那我用这个系统对我来讲 那有没有对我来达到一些便利性或安全性 或是其他的什么一些conference 那对于交易所来讲 他们关心的其实只是 跟一般的这些炒币的这些玩家比较像 就是说有越多人愿意用这个东西 我在上面能够换出 我出入金我帮你收一些手续对 所以他是以赚钱为目的导向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 这个ecosystem里面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而且有不同的动机和 然后在背后里面去play这个系统 那所以我们来看区块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它是一个安全且信任的一套系统 只是这套系统它会建构在 不管是数学也好 经济学也好 密码学也好 那当然你要做到信任 你还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open source 那既然是大家协作 如果不open source的话 那就代表说 我怎么样相信你跑的这套软体 跟我的是不是一样的版本 那同样的它是一个协作的 所以他一定必须要开源 而且需要遵循 大家一起一致性去遵循某一些proc 那至于影子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是指有一些人可能在上面可以达到信任 可是有一些人他希望说 我的资料如果在上面跑 或是我的交易在上面传送的时候 我其实不想要让别人看到 因为这对他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信任 那就是越透明的话 信任程度当然就越高 那又或者是说 我这样的一个经济激励 是不是足够你去确保这个黄鹿的安全 就是有没有够多的矿工 或是够多的这样检验交易的这些人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 帮我处理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一个是监管 这个监管很像已经不是一般user那边了 那可能是政府部门 工部门 或是其他像警管会这样的角色 你在上面跑这么多交易 而且这些交易里面 假设你做kyc 那我能不能够去监管 你们上面的这些经济流向 那我怎么办 我要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区块这个系统 会有很多多方的人在这个里面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要去信索 一种信任 那到了这边以后 我们要开始去想 那既然 这套系统这样被创作出来 那接下来我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个时候开始 我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区块链的自己的主题 就是说这套系统 这套软体接下来要遇到的问题 可能是说 例如说以现在的区块链来讲 他现在速度非常的慢 那第二件事情可能是 他现在在影视上就稳够好 那从软体设计的角度上来讲 我要改善系统的效能 第二个我要改善影视 但是我加了这两个特色之后 其他人他们有感吗 就是说对开发者来讲 他可能想要加一些 feature 进去 可是对于其他人来讲 他们可能就觉得 你家这些东西对我 如果我没有帮助的话 其实我为什么要离你 所以说 我们先看软分叉跟音分叉 然后再回答刚刚那个问题 这个软分叉 比较像是我们一般的软体更新 这是区块链上 区块链其实也是软体 所以他就跟软体一样 没有什么两样 他也需要更新 例如说这是Facebook Facebook可能下一次他更新 升级到某一个版本 而这个版本可能提供了message的功能 那有些人可能就不想更新 他还在用旧的版本 那有些时候Facebook可能又提供更好的 例如说他解到某些bug 然后把另外做得更流畅 这时候他又来到新的版本 所以对于所有人在用这套软体的时候 他不care这套软体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讲软分叉这件事情 指的就是说 不管你系统今天版套是什么 其实我们之间是能够互相相用的 那可是有另外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叫hard fork 这在区块链上比较常见 因为区块链毕竟是一个破口驱动的一个一套系统 所以说如果当规则本身已经改变了 而且这个改变幅度够大 影响到前面的系统导致不相容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两条路径接两条路径 如果这个可能是旧的版本 那这可能是新的版本 而新的版本跟比旧的版本 可能相较起来 他的效能更好 隐私性更高 或是他提供更多的功能支持 那这个的话就没有 可是回头后来问 刚刚讲的在生态圈里面那么多的角色 这些人需要这些东西吗 那你做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同意你 我为什么要去升级这个块 如果大家不愿意不同意去升级这些 就会造成有一些人继续使用这套问题 有些人继续使用这套问题 而这上面的人跟这上面的人 彼此之间就没办法沟通 因为彼此之间不相容 那这就是其中一个问题 那我们如果是收fork的话 比较没有一些关系 因为毕竟版本不一样 大家之间还是能够去多沟通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做hardfork的话 我要怎样做到一个没有争议的hardfork 就是说我要做多少改善 这些人才会有愿意用这个版本 以及我做这个版本 我会花掉多少成本 那第三个 当我要求你做软件更新的时候 我有没有一定的改变了你的系统需求 或是改变了你原本需要的一些事情 那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一些想法 所以要达到这样一个没有争议的hardfork 事实上很困难的 就以Bitcoin来讲 Bitcoin过去你其实 就曾经为了要把区块的大小 只是大小而已 就是改变 一倍一倍两倍四倍这样 那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就可以炒了两三年 然后没有一个共识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 既然你说你要做到一个没有争议的硬分差 那什么时候会发生硬分差 在2016年在以太坊刚上线没多久的时候 有人提出一个叫道的一个想法 这个道的想法比较像是说 它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大家可以把钱一同放到区块链的某一个位置 你可以把它想像保险库一样也好 或是保险箱也好 放进来的以后这笔钱会被锁在里面 但是每个人放了多少钱 就相当于你有多少的票 你可以去做某一些事情 然后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提案 他就说我想要做一个晶片身份证 想要做得更好 那大家就投票 那如果大家觉得通过了 那这一笔资金 就是刚刚所在保险库那边的资金 他可能会不过一部分 帮助他去闯到他的晶片身份证的设计 也就是说他可以帮助某些小 他可以去转投资某一些小型的夸掘 然后透过每个人分散出去沟通 因为在现况的社会底下 其实我们当然例如说坐在这个教室的各位 大家可以共同去买一栋房子 共同当包住工包住婆 可是谁要来管理这栋房子 谁要来负责收租金 我们不信任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可能不信任谁来收租金的这个人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谁可以来管理 可是系统就不一样了 系统他可以有人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呢 不巧的是这个概念虽然很好 可是他因为有一些漏洞 导致了他的钱就 钱就被偷了 那钱被偷了以后 很多人在一开始在进到区块链的时候 会认为说区块链应该是一个 不可串改 或者至少不可改变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去做改变 既然被攻击了就被攻击了 钱就应该亏了 但是有一些人就认为说 可是我们还存在一个相对不成熟 或是早期的一个开发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系统回缩 就像rollback 回缩到某一个时间点 然后把那些被盗走的这些钱 归还给原本的这些人 那这时候有两派人就出现了 一派人就是现在的一派人 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不愿意改变了 就是说他觉得被害人偷走了 就应该被偷走就算了 那所以最后就造成分岔 也就是说我本来是同一套系统 那最后就变成走向两个不同的系统 那这时候好人是什么 好人是这两套系统 那既然他们分岔成两个不一样的 那一定有一些社群支持这个 有一些社群支持这个 那接下来这两个未来 他们应该要怎么要去做竞争呢 或怎么要去 还是说他们能够共存呢 那如果说以太马最后要胜出 那他要比他多些什么 就是说我可以多加一些功能 我多提供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 那我自然就可以把那边的社群 重新吸回来到这边 那这次的这个 其实这次的攻击 造成某一些人金钱上的损失 在当时后呢 事实上有一个投票系统 是以每个人在当下 他手工所握的这个依赦 他可以去一个地址上去投票 而这个地址有两个地址 一个是yes 就是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要回溯回来 那你就投yes 那你不要一个头弄 那这套系统就让大家先行硕一共识 我们到底要不要回溯回来 好 你会发现好玩的地方 来 就是说 一般的用户去投票 当然表达自己的意志 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有一些交易所 他们也跑进来了 而且他们其实 有些人可能是 这个投票对他是有利或不利 他去做投票 而且交易所本身就握有很多钱 那所以最后导致这个生态圈是 我们把这些例子投票的人 都把它忽略掉 就是不让他们投票 然后另外刚刚提到 因为它发生在2012年 在以太坊还非常早期 所以整体的投票率 其实只有4.5% 如果4.5%的人 决定了以太坊生态圈 在当下 要不要决定应分他 那个时候的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其实影响很大 觉得大家就在你思考 那在区块链上 我到底要怎么去行做一个公司 当系统坏掉 或者当我的系统 想要做你更好 加一些新的特色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都能够取得 一致的意见 然后才去更改 否则最后 系统只会不停的去分岔 那刚刚那个投票工具 后来也用在很多地方 例如说 像 这个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说 在以太坊刚诞生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路线图 这个路线图 可能告诉你说 在2016年的时候 会提供什么功能 那2017年的时候 会提供哪些新功能 那为了 那 我们刚刚提到说 当你提 提供某些新功能 而且会影响到相容性的时候 这时候会造成分岔 那因为当时候的 创办人 比如当时候的团队 认为说 他们认为 比较就是说 理性评估后 认为一两年后 我可能可以上线这些功能 所以他们当时候 在里面埋了一个炸弹 叫做 我们把它叫做 反正叫做 懒度炸弹 而这个懒度炸弹 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叫冰核实体 那这个懒度炸弹是什么呢 它把 它把每一张考卷变得非常困难 比如说 大家可能 算了一年或两年 其实你那张考卷都解释出答案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如果当系统分岔的时候 我希望 安装那套CLIME 系统或软体的人 愿意走向另外一套新的系统 而不是继续的去用这套旧系统 因为在当下 他们本来就已经预见了 这套软体 这套软体 之后会更新 那这件事情 后来没有发生 因为开发速度不够 那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 那最后 只好把 挖几乎去做投票 比如说 上面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去做投票 好 那投票问题还是来的 就是说 参与投票的人那么多 可是他决定了一个公共的平台 那 我们发现文件不够 很多人不认识区块链 很多人不认识区块链 那区块链分那么多种 很多人不认识区太棒 第二个是没有足够的教育 第三个是在沟通上 例如说很多人到现在 可能都还认为说 当年的分岔可能是组织 就是说创办人 或是几个人就决定了 那就自然而然就分岔了 那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沟通 或是说 这些在外面的人 他们没有参与到这个 一波式成来 所以导致了 当我们做一项决策的时候 其实最后 即使系统本身可能是 遵照那个POMOTO 本身是一致性的 可是在人类 比较抽象上面的行为 都是固执 所以接下来 最近这几年 一直在谈 到底我们要做onchain 还是offchain 那onchain 比较像是 我就直接把规则写在里面 那一旦改了 你要不要跟着它走 所以它比较像是一场革命 那你们要不要用它 你只能说 我要不要选择安装这个软件的版围 那你没有多出了其他选择 那offchain的话 比较像是提供给其他人一个 沟通或公共参与的机会 我们先投票 或是至少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 先有一个共识吧 那我们再去修改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到现在都还在 还在争论 其实这两个东西没有一原始 哪一个好哪个坏 那在以太坊上 它有点像是 IETF的组织 他们有那种RFC的那种 协议文件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提出一些协议的改善 或者是怎样把它做到更好 那这个EIP指的就是 Easement Improvement Proposal 只是说我们要在以太坊上 我提出一些提案 怎样让它做得更好 那零的这个东西代表说 我们想要开始去形塑 我未来当我遇到这些共识 没办法决定的时候 这里的共识和治理 不是去观念系统本身的治理 而是比较人类上层的 这些多方参与的角色 我们是不是能够达到共识 那在第一次他们在讨论这个会议的时候 他们采用了一个叫做 这是一个英国 好像是一个英国首相的一个官邸 他指的是说 那时候当时候的官邸旁边有一个 有一栋建筑 而这栋建筑里面 其实会招待很多的大臣或来宾 或国外来的一些外交官 或大使之类的 那大家会在里面商量博士 可是有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 如果 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场所 如果说大家都能够进来 公开畅谈政策 那当然好 可是有些时候 这些人位高权重 讲出来的话 可能不好听 会伤害到一般的民众 所以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在里面讲的话 其实我出来以后 我不应该让人家知道说 这是哪个人讲的 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公共论坛的地方 大家都有唱所欲言 但是又不希望泄露他的身份 所以在以太坊的第一次召开 EIPD的这个会议里面 就仿照过去英国的这个规则 然后来讨论 那最后定出了几个 这也不算日定 只是说一个当时候会议的一个纪录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上面 大家能够共同来维护一个 共享的一个Value的一个Ecosystem 然后能够定期的有一些钢扣 以及有没有什么标准 或是有没有什么衡量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那到底我们需要些什么 可以让大家更愿意 有这样一致心或共事 那也要定期去组织其他的东西 那接下来要讨论的东西很多 例如说怎么样抵抗ESK的矿机 或是像之前有一些钱 若已私了 我们是不是还要像过去一样 把这些钱给 要回来给这些users 那第三个在以太坊上 现在八型货币没有上线 但是当初发行货币 是为了要货币更快的流通 但是现在已经有两年了 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要朝向 我们开始要定一个金额的上限了 因为不然的话 无限制的发行货币 只会造成通膨 那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在区块银制里面去完成 那最后讲隐私的部分 那就讲快一点 那其实区块银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了 那在这个隐私的部分 我们就简单讲 就是区块银安全是因为建构在很多节点验证过每一笔交易 非常的没有效率 因为大家都要用这么多的东西 那这样就可以看光光了 那何来的隐私 所以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们从一个账里面来看 事实上矿工在帮你检验的东西 在帮你检验 你这个账户上面的钱要转给这个人 这上面的钱够不够钱才可以转给他 所以他会帮你检查这件事情 那因为他必须要帮你确认他的钱够不够赚给他 所以说他当然会知道说这里面有多少钱 所以有一些部分 当我们讲这种东西缺乏隐私 指的就是类似这样 所以你去追踪这个地址 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过去给这种赚的钱 那通常有一部分的人会讲去账一个隐私 或是说他上面的东西有加密 他指的比较像是这张支票的另外一部分 这是一个贵主来的 就像你在银行里面你要转账 你可能会在那边写说 这笔账是为了要给 某个基金会你要做均款适用 那你留下一些东西 那你留下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加密 当然可以加密 因为这东西又不是要给行员看 也不是要给银行看 他只是要留给自己做一个记录 所以在这块部分 你可能就可以做加密 但是 我有没有可能连钱 我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说我赚了多少钱 那有可能我就可以用理知证明的东西 那理知证明的东西 其实他就是把你要证明的东西 你换成另外一部 比较像是 我告诉你 我不想告诉你事情的权貌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事情的某一部分的样子 只要你觉得说我好像知道 这个是 例如说 我不想让你知道这间教室里面有多少人 但是如果我能够从这间教室里面拿出一颗 拿出一个麦克风好了 你就相信说你一定是知道这里面教室有什么 你才知道这里面有麦克风 那同样的你从速读这个题目看 你这次证明就比较像这样 我给你一个速读的题目 那对 然后对我来讲 我可能就把所有的解答都算出来 可能你不相信我算出解答 但是我又不想告诉你 我又不想把所有的解告诉你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可能就告诉你说 不然你随便问我一个地方 例如说他问我 他告诉我第四列 我就把第四列这个东西全部给他 让他发现都是1 2 3 4 5 6 8 9 但他可能说 你这可能是机率吧 你只是不小心猜中了 好那你再问我一个 那这一条 那也是有1 2 3 4 5 6 8 9 所以透过不断的 比如说重新排列组合 或者不断的repeat 然后去提到某一个人 对于这个证明的一个可信度 那我就可以再透露事情全貌的情况底下 我可以证明你这些事情 但这种手段在技术上 其实很难课了吧 你要生成一个proof 你可能要40秒 而且还是一般电脑 你用一般的手机可能要5分钟 所以这种东西在目前来讲不切实际 然后之后还有一些像GDPR的东西 然后还有在区块链上 你也要做到事情 我们刚刚讲每个peer要收那些交易 如果说这些东西在看包装 我是不是可以不收你的交易 我可以把你的交易挡掉 那也许BIPR有收 可是我不收 但我们不能够有这种sensorship的存在在里面 所以我们也要提供足够的concept 那大概今天想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一场议程会有1点55分开始